在国赶老街的那些电诈园区被同盟军打掉之后,网友们心心念念的另一个电诈园区,妙瓦底,KK园区终于要打了。 不知道敏大将是不是感受到了北方大国严厉打击电诈的决心和力度,敏大将坐不住了。 与此同时,缅军士兵近期四处溃逃,有一部分想逃到木槿,结果被克钦军给俘虏了,具体是怎么回事呢? 这里是胜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 缅军被克钦军俘虏,昨天下午,缅军有支队伍,在克钦想趁乱逃去木槿,被克钦第三旅发现,俘虏了27名。 现在的缅军,因为国内交战的地点大小上千处,各处奋兵,几经调不出一支完整的大部队去对付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了,到处都是漏洞, 这缅军是真拉夸,被各路诸侯暴打,少数据点的李缅军人人都人心惶惶,所以就算是装备精良的也只想着逃。 每当看到这些民帝武俘虏老缅的镜头,就会想起同盟军的人词和深得攻心位上的计谋, 让老缅叔父的席地而坐,有烟抽有水喝,哪像其他武装那样, 对俘虏绑手绑脚跪地举手,各个鼻青脸肿,神色慌张的,就差当场干掉了。 相比来说,还是同盟军比较温和的,话说,这可亲军之前,眼睁睁看着同盟军不断地收复失地,并愈加壮大, 克勤表示,不要拿山兵不当兵,山官不当官,克勤军也要表现一下,所以现在他们和缅军打得也很激烈, 缅军现在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,你觉得同盟军现在是先打木解,还是辣虚呢? 说完了克勤帮,我们再来说说克伦帮的事,宣布打击妙瓦底据缅媒发布, 1月15日,缅泰军方高层电视会晤,双方讨论了如何打击泰缅边境的电炸问题, 特别是强调了在边境妙瓦底地区的电炸猖獗的现状,此前, 娘来大将就在内比都接见了泰国行动主任詹彭彭中将, 双方也讨论了该如何共同打击缅泰边境电炸的行动计划, 这个妙瓦底镇位于缅东部的克伦邦, 而在妙瓦底,出名的就是这个广大网友们耳熟能详的KK园区了, 园区靠近泰国边界,紧隔一条墨埃河而已, 克伦邦总面积有三万多平方公里,人口在160多万人, 这个地方地形复杂,山地丘陵密布, 并且主要居民基本都是缅甸第三大民族克伦族。 因此一直以来,这里与缅甸当局的关系都非常疏离, 经过多年的变化, 克伦邦如今活跃着好几只反对缅甸当局的地方武装, 其中,克伦民族联盟是克伦邦势力最大的地方武装。 该武装也是整个缅甸历史最悠久, 抵抗最顽强的民地武, 早在英国殖民期间就已经形成了雏形, 并在1947年正式成立, 除了实力最强, 抵抗态度最坚决的克伦民族联盟之外, 克伦邦还有既不与缅军作战, 但也不与缅军合作的克伦仁爱军, 才在2022年成立的歌都李军等, 而咱们要提到的, 则是克伦邦各路诸侯之中, 最为臭名昭著的克伦边防军, 这个克伦边防军的司令苏其都, 原本是克伦民族联盟的一员, 不过,在1994年, 为了自己的个人权势, 苏其都选择与缅甸当局合作, 并背离克伦民族联盟, 随即此人就投靠了缅甸当局, 被封为第44边防师师长, 其部也就成了克伦边防军, 目前, 这个克伦边防军总部设立在克伦邦水沟谷, 总兵力至少在6000人以上, 之后, 这个苏其都就带着自己的克伦边防军与缅军并肩作战, 与克伦民族联盟的武装发生过多次冲突, 双方互有伤亡, 也正因为如此, 这个苏其都就一直被克伦民族联盟视为叛徒, 避遇除之而后快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原来, 所谓的四大家族之中的魏家, 早就觉得位于中缅边境的国杆地区不宜久留, 因此很早就将自己的产业转移到了克伦地区, 而这个魏家产业转移的地点, 就是臭名昭著的妙瓦底地区, 所谓的KK园区, 水沟谷园区就在这个妙瓦底, 其背后的庇护者就是苏其都和他的克伦边防军, KK园区的周围十公里内只有稻田, 没有其他的社区, 显得相当的荒凉, 但是园区却是高墙围绕, 每一百米就有一个哨站, 有武装人员在驻守。 宛如监狱般戒备森严, 瓦底电炸园区位于缅甸东部, 过了莫爱河就是泰国, 所谓泰北一碗水, 醒来我是谁就是指的KK园区, 综上不难看出, 苏其都依托电炸的财富, 早就成了妙瓦底和克伦邦一霸, 一时间风头无两, 而此人通过利交换, 不仅换得了第四师四师师长的名头, 俨然可谓也是一方诸侯, 苏其都樊水敏大将, 但是令人觉得非常奇怪的是, 就是这个苏其都, 却在近日宣布, 自己的六百多近七千人的克伦边防军, 要脱离缅军序列, 并且不再从缅甸当局领工资, 而是自己独立存在,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? 据泰PBSNORF报道, 1月22日, 在克伦邦由苏其都上校领导的克伦边防部队, 克伦边防军已脱离缅军序列的隶属关系, 准备自行在水沟谷总部进行防御, 目前, 他们不再从敏军纳领工资, 而是自行存在, 具体发生的时间是, 1月21日, CHAI上校率领的BGF部队, 离开了与军方联合警戒的地点, 回到了各自的基地, 据悉, 由CHAI上校领导的克伦边防部队, BGF, 将不再从军方获得包括工资在内的福利, 1月21日, 新闻部长毛毛翁, 克伦邦军方代表索敏吾表示, 他是来会见苏其都上校的, 娘来也向苏其都上校发出了口信, 要求会见他, 不过, 苏其都上校表示, 他所率领的部队将离开于缅军系列, 成立BGF, 他说, 无论站在哪一边, 他都会为克伦邦的和平而努力, 这个苏其都老滑头, 真的很会见风使舵啊, 你把人就这样全部拉走, 明第五的克伦军不打你, 闽大将就能放过你, 如今, 打击电炸如今已经是大势所趋, 这使得苏其都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, 也许是听到了风声, 感觉到了大火即将临头, 这个苗瓦底, KK园区背后的老大, 苏其都上校, 马上宣布他把持的克伦边防军脱离缅军系列, 准备自行防御, 估计是绝德敏大将要拿下他, 干脆马上宣布带队伍出走, 在缅北国赶, 老街的电炸员已经轻浮, 四大家族也早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, 在克伦邦, 克伦民族联盟的克伦民族解放军, 也以打击电炸为名, 对苗瓦底周边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, 并且有消息称, 苏其都的亲信, 克伦边防军1017营营长沙乌迪, 已经在克伦民族解放军进攻妙瓦底期间被击毙, 因此, 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, 这个苏其都或许有了撇清关系的想法, 甚至有可能会将妙瓦底电炸的责任, 退给当地缅军, 其次, 是苏其都担心自己的克伦边防军, 会被缅当局调去缅北或者缅甸其余地区参战, 虽然目前缅北局势基本已经稳定, 但是, 位于缅甸西南部的若开帮的若开军已经越来越活跃, 昂山素季的民盟保卫军也在缅甸本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, 娘来兵力捉襟见肘, 因此有可能选择驱虎吞狼, 要求名义上属于缅军序列的第44师出动, 但是很显然, 将克伦边防军视为自己私人武装的苏其都并不愿意这么做, 于是干脆选择脱离缅军算了, 在老街投降的那六个准军都没好下场, 投降后也被收拾换帅了, 苏其都这性质比吞吞敏还恶劣, 吞吞敏好歹把四千多人带回了下面, 苏其都这可是一根渣都不剩啊, 我觉得到后面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去, 保护了KK园区那么多年, 捞够了就想跑, 哪那么容易, 最后面对一片如火如荼的打击电炸的大潮, 免当局也有了除掉作恶多端的苏其都的想法, 另一方面也害怕被PDF和克伦军干掉, 所以和免军划清界限, 说他们现在不是免军了, 细想他这一连续的那么多的大动作, 肯定是为了自保了, 他是怕免军介入并拿下他, 还是更怕PDF和克伦军打他呢, 但不管如何, 希望他和明学昌的结局一样, 总的来说, 由于苏其都的武装盘踞泰缅边境, 不久前, 泰国和缅甸已经进行了一次主要内容为打击电炸的网络会议, 并且尤其还强调了要打击泰缅边境妙瓦底地区的步伐活动, 而在去年年底, 泰国方面还派人前往了缅甸首都内比都, 与缅甸方面向官人员进行了会面, 有消息称, 泰国和缅甸已经打算联合对妙瓦底电炸展开严厉打击, 那么既然如此, 这个苏其都和他的克伦边防军自然是首当其冲,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 一向精明的苏其都很有可能借着脱离缅军的机会, 反过来寻求克伦民族联盟等克伦邦其余民地武的合作和支持, 以求在缅甸当局和泰国的联合打击下自保, 这里是胜历史, 订阅我,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 成为实践的见证者。 这一开始其实也有此事情耶, 无缘地跟师傅大舞台的开始在这一夜, 속着地滓软的下降转的下由, 这一刻要是适去的手舞台的目标是多了, 感谢观看